大家好,我是Den 盖洛普调查2024韩国人最喜爱的YouTuber第二位 因出演Neprits综艺Tablesplan 在海外也很有名的212万多订阅的超人气韩国旅游YouTuber QuackTube 在最新一集影片中 因邀请Apli出身的伊拉恩出言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下架影片并发表道歉文了 但是现在网友们的恶评更是迅速增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QuackTube在9月16号公开了前往意大利罗马旅游的影片 这次影片的特别嘉宾是伊拉恩 QuackTube与伊拉恩 一起在意大利旅行展现了幸福的样子 在晚餐时间吃饭时 QuackTube开口说道 我有些事情感到抱歉 因为周围的人一直在谈论那些事情 当听到校园霸凌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敏感 什么受害者加害者大家说个不停 我看到后吓了一跳 于是立刻把你屏蔽了 之后看了报道说这并不是真的 所以我解除了屏蔽 但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虽然我从来没有当面提起过 但我对很多事情感到抱歉 作为受害者我也说过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我无意中 也对那些被误解的人造成了伤害 这让我有些不安 对此伊拉恩回应 我们之后不是见过几次吗 我还开玩笑说过 你不是把我屏蔽了吗 其实我以为随着时间过去 自己不会再感到难过 但让我难过的是 因为误解我而屏蔽我的人很多 这让我很伤心 真的感到很悲伤 黄秋布表示歉意说道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澄清报道 数量很少 大部分人只看到那个争议 而且你比我小七岁呢 伊拉恩表示 我反而觉得很高兴 我还以为你不会跟我一起旅游呢 真的很感谢你 但是如果是因为感到抱歉才来旅游 那我就不喜欢了 我希望我们只是开心的享受这次旅游 伊拉恩于2015年 以女团A.PT出道 并于2018年 因网剧AT受到瞩目 在人气高涨的2020年 她卷入了A.PT前成员 宜选举的对内排挤争议 以及校园霸凌的指控 不过校园霸凌争 已经被澄清是造假 也就是没有这回事 但关于成员排挤争议 检方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后表示 虽然对内确实存在一般性的人际关系问题 但难以明确判定为排挤 因此难以判断是否为虚假事实 但是因为在网上公开的判决书中有提到 A.PT活动当时 对内确实有发生过保温杯事件等事情 所以目前在韩网 对于伊拉恩的舆论还是非常不好 而Quantube曾在很多地方表示 自己曾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甚至在YouKids节目中流泪表示 加害者们都过得很好 这让我受到很大伤害 这番言论引起了许多人的公民 也成为网友支持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这次影片中 他将以南映称作被误解的人 让很多网友们认为 这是在试图洗白而遭到了大量的批评 就算校园霸凌的指控 已随着爆料者的刀切瓦高一段落 但对内排挤一名成员的事实 却已经在判决书中被确认了 然后他对社会成员的弟弟和朋友们 提起了七次诉讼 但全部败诉了 一人对普通人提起大量诉讼 试图打压 现在又悄悄的想要洗白 你到处去苦诉自己是受害者吧 是吧 自己也是受害者 却还给别人洗白 真是笑死人了 只要自己不是受害者 就无所谓了吗 还是说真的是为了和女生搞好关系 而在拍马屁的呢 所以霸凌是要屏蔽 但对内排挤就没关系了吧 曾经被霸凌的人 现在却想帮加害者洗白 真的让人傻眼呢 因为负面的留言实在太多 狂Tuber下架了影片 并发布了道歉文 这次的影片中 有些部分是我没有深入思考而忽略的 我会更加谨慎 不让我的个人情感影响到大家的立场 未来我会更加注意内容的制作 对于观看影片时带来的不便 我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在这个道歉文后 负面的留言变得更是一发不可受识了 我们来看两个点赞数最多的留言 对于QuackTuber来说 以南威或许是个好人 嗯 这孩子是个好人呢 大家怎么都只抓住一点不放呢 这应该是误会吧 如果你去找那些曾经霸凌QuackTuber的 加害者周围的人 得到的回答可能会是一样的 那些人是坏孩子 不 他们是好人呢 他们对我很好 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就因为他霸凌了你一次 你就要说他是坏人吗 如果QuackTuber你听到这样的话会怎么想 你算什么 凭什么有你来给他们免罪服 你肯定会这么想吧 关于以南威的事情 我无意多加评论 那场争议事件纯属个人问题 真相如何并未公之于众 也很难证明 然而在这里 QuackTuber却不像一个 总是提到自己因校园霸凌而受创 并埋怨加害者的人 反而再说因为你对我很好 所以我给你免罪服 我已经不再想看到 QuackTuber继续谈乱他的校园霸凌创伤了 这变得很可笑了 然后那些曾经霸凌QuackTuber的加害者们 应该周围也已经有很多人 给了他们免罪服 说他们是对我很好的人 所以QuackTuber你也不要再抓着 校园霸凌的创伤不放了 接受现实吧 既然你对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都已经选择宽恕 那为什么要执着于十多年前的事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自己 变得可笑了吗 坦白说这份道歉真的不够好 缺少了对具体行为错误的明确描述 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核心内容 一切都显得过于模糊 我看了Yuki子后 对他产生了共鸣 也在远处默默的为他加油 但现在感到很失望 正如我们因为自己不信 并不因为着有权让别人也变得不信一样 我个人认为 他也无权代替 尚未得到道歉的受害者 原谅那些过错 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他说因为以为是校园霸凌才屏蔽了他 后来发现不是就解除了屏蔽 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大问题 我真的不太明白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 应该只针对那些错误不分说就好了 但现在你们在各种人身攻击 随意判断 那些在评论里流酸烟的人 难道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 曾经欺负别人的巴林加害者吗 虽然那些不好的评论都获得了很多赞 看起来好像那就是所有人的意见 但其实真正保持中立的人是没有留言的 您知道这点吧 这根本不是应该被骂的事 这次确实是趁机发现的网络猎物行为 另外那些在这里留言骂人的人 也该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加害者 就在前几天 Kwaktube拍了韩国教育局主导的 防着校园霸凌的活动影片 目前教育局也下架了该影片 所以对于韩国旅游网红Kwaktube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